因為喔 歡心音的現象 今年的春雨可能只有1.4分之一 這個地方現在都已經出現這個減少的危機 讓人更加煩惱的是 雖然這五月份的真的沒好幾 但當時起上京現在一切 沒好雖然來了比較晚 但這好也沒有太多 尋到歡心音的現象 今年春天的雨量特別少 於起上京的季蘭起上山作例 四月目前為止只有11.25米 就好 隔離這個活動 竟然是1935年設斬以來最多點 五歲去上山 竟然這一個 19-19日有港湖的紀錄 這兩個站是算是創的紀錄 但是整體剛剛我們已經看過 整體其實一量都偏少 尤其是西班部 若是口頭來看全台灣的港湖的紀錄 四月份 國的港湖都是比 氣候平均的比較少 不過在今天中途過後 就南方的分配通過 包括在中南部 東北部有地點好 在禮拜 台中一百 路後減換 全台灣的天氣回省 一直到後禮拜開始 才有方便滑滑 所以明天北部地區 也可能會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出現 那剛才提到 因為它的結構比較鬆散 所以降雨的形態 是比較零星的狀態 那時間也不會太長 去上學說 去上學說 去上學生年 根據醫療的經驗 去上學生年要一年 一般來說 順便好會比較少 去上學有夠 今年每個月好會比較少 時間也比較晚 19號以後 就相對 相對氣候來講 就相對偏暖 那在反省的後一年 大概就要到 五月 接近五月底 起上學說 雖然港湖片 這個減過每個月 都要來大火 民眾除了控制疫化 也要兩者 做好白資系統的所準 還有資託保持行為 記者做下報道 繼續我們來關心天氣 我們島的方便 來看國地上學資料 今天北部地区是23度到29度 所以我們看到的是 中部地区是23度到30度 當北部地区是24度到30度 當北部地区是24度到28度 這點鐘 我們可以找到 是25度到30度 然後 你做的 很明顯